刚从马来西亚回来 马不停蹄就来清迈 又探店了 一家也不算新开 反正是新发现的 是吧 地图上新发现的还不错 也是在个 说说就鸟不拉屎的地方 正常找找不到的 一定要靠导航的 靠谷歌地图叫Nine Villa的一个地方 看一下啊 环境不错 看一下外面的环境 主要是房子吧 它造的颜色比较鲜艳 然后就比较适合拍照嘛 还有一大片的那种草地在那 你看 人家宅着拍照 然后在中国是不是又可以叫什么 小圣托里尼什么的 中国有一万多个小镰仓 一千多个小圣托里尼 是吧 主要是这种白房子 加点蓝色调的 它整个这个色彩是弄的很适合拍照 本身好像是Vila 应该可以住人吧 大概 不然的话它这个泳池就有点浪费了 我猜啊 不知道它的几间房子是有什么区别 所以待会看一下 应该不会都是纯装饰的吧 这个是紫色的房子 看看 里面是做灭的 我走路小心点 别不小心 在这个泳池这里 一脚踏空摔下去 这里面是那种干嘛 就是坐着喝咖啡的 可能那间白色的是主要的 用餐啊什么的地方 或者是红色的房子 我不太需要 应该红色的房子是用餐的 东西应该就是一些西餐吧 哇 这椅子不多啊 就这么三张桌子吗 也就能够坐十来个人 坐的人不多 但是环境弄的还不错啊 可以看到吧 小小的一个地方 拍拍照什么都挺好的 东西不要有太高的预期就好了 就是西餐的那些东西吧 我再来看这家白色的这个房子里面 是喝咖啡的吗 从这儿进去 这儿是厨房 这儿比刚才的地方要大一点 彩虹色 是的是的 吃甜品的 蛋糕 那是吃饭的 这里是吃甜品 蛋糕做的蛮漂亮的 看上去还不错 还是它 诶 那它如果是Vila 它的客人是住在哪里 就这名字 奶奶Vila and car 还不错 而且离市区不算很远 差不多青麦大学后面走一点点 也不要算走一点点吧 就是乌门寺啊什么的这一块 就是游客来 还算是方便 我觉得打打卡拍拍照蛮好的 人也不多 我感觉它的这个房子啊 它应该是有一些 租下来是可能是另外的一个用途的 现在是改成餐厅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洗手间 你看这里放了点杂物 然后洗手间里有这么一个浴缸 还看景色 虽然后面没有什么景色 所以它可能本来是给自己住的 或者是当酒店的吗 我不确定啊 那反正现在是一个那种餐厅 环境好的地方的价格就通常小贵一点啊 但也都属于可以接受吧 这有一些饮料吧 然后 Peach Tea 其他地方一般50泰铢 这里85泰铢 然后Americano也是85 就略贵一点嘛 就中国人来玩应该不会觉得很贵吧 然后看一下它其他的一些菜单 这个 看看 指标性的意面嘛 一个意面250 这个确实一点点啊 其他地方大概就120-150泰铢 哇 这个饮料是不是还可以啊 我之前说这150的饮料有点贵 好大一杯 还有这么一个芒果 虽然芒果也不值钱 但你看真的是好大一杯 跟我那种手掌有这么大 这一杯可以两个人吃 这里饮料的那种杯子都很大 也做的蛮好看的 这个也好看 粉红色的上面 还有一个荔枝还是一个什么那种什么果 蛮好的 一百五还行 这个还有这个 还有像珍珠一样啊 对对对 你看它很用心的 你看看这里 是的 而且杯子也蛮好看的啊 我之前说到这里东西有点贵啊 现在我感觉还行 像这份390的一份猪排 你看这量还 这盘子很大吧 一个芒果一大块猪排 我觉得这猪排胃口小点两个人吃够了 对 还有一些薯条什么的 胃口小点两个人肯定够了啊 这个 你觉得是猪排吗 猪排猪排 忘记说了 点凭日吃了一大半 这个东西锅很好吃 不辣 然后椰浆很 中国人喜欢那种口 待会再尝一下那个猪排啊 我还没泡水 再尝一下这个猪排 好像没有蘸蘸酱 它这猪排上面是肥肥的有蘸 有蘸点酱是吗 这有酱 蛮香的烤的蛮好的 蛮香的烤的蛮好的 对于我也甜点干 但也不是特别干还行 蛮好的 390绝对超值 我的靠水也来了 靠水盖 好大一个鸡腿啊 这个确实蛮良心的啊 然后也是很大一个盘子 但其实这个就没有必要那么大一个盘子 这个桌子都那种放不下了 味道应该不会差的 你感受它就靠水的汤很浓稠了 这家店的东西量真的蛮大的 它不是有梗吗 南方小土豆到东北 我感觉这是青麦子 不是 真的 它的量都比较要多至少一半吧 这块是全水 有些人叫多一倍 然后连给的这个靠水里面的咸菜 人家小小一叠 它很大一叠很大分的 都是别的一倍的量 我来尝尝看这个靠水 但已经给感受了应该是蛮好的 应该蛮的 看一下 不是那个清汤刮水的 看这个面 嗯 好吃好吃好吃 嗯 好吃 非常浓稠 非常好 真的好吃 有这家店的水准真的可以 就是粗菜有点慢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好吃 量是大 嗯 我觉得这个下河 对它的口味还是值得 很值得一来 哦 又有份虾 反正这些东西我没有全拍啊 这次 反正点的蛮多的 但是跟你说 基本上就没有一个是采雷的 我觉得这家店真的可以 相当可以 味道好吃 价格的话 以它的量来讲也是对得起这个价格 这个 这个芒果弄米饭是我看到最大的一个 但是我现在拍已经不完整了 这个 芒果 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被Joy先拿掉 就是本来它是有两个 占了三分之二的一个面积 我在泰国以前吃芒果农米饭 从来没有这样的 然后它还有一些椰浆和配的一些那种椰绒在这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的 相当可以 出来了 因为今天和朋友一起吃饭嘛 很多东西就没有做的比较细 但是这家店是我自己强烈推荐的 我在清白探了那么多点 我能强烈推荐这家店 那就真的是还不错的 不要被这家店菜单上的价格给惊讶到 因为它的量和它的味道是很值得的 因为泰国有太多就是这样的一些咖啡店 环境很好 你们看我之前的视频 就是确实不错 东西也不便宜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都很难吃 这家店是难得味道真的好吃的 而且还有好处就是它离市区不远 就你如果是游客 我怎么样 你们到这来打个车也不会很贵 而且挺挺方便的 反正是个人强烈推荐的 拜拜